哥哥对妹妹的爱是深沉而无私的 穆罕默德为了照顾阿祖法 甚至忽略了自己的家庭 因为在他心中 妹妹的安危和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向大地 穆罕默德就已经忙碌起来 他早早地去购置了一个水箱 解决了阿祖法水源不足的燃眉之急 当摄影师带着食物来到阿祖法的新家时 水箱已经被稳稳地安装在了树荫下 为这个新家增添了一份生机 有了稳定的水源 阿祖法终于可以对这个新家 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他和哥哥穆罕默德齐心协力 将屋内的物品一件件搬到屋外的空地上 包括房东留下的一些旧物 接着阿祖法拿起扫把 细致地清扫屋内的每一个角落 穆罕默德则用水桶取水 冲刷着地板 阿祖法则再次用扫把将地面洗刷得干干净净 尽管汗水浸湿了他们的额头 但想到即将拥有一个温馨干净的家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动力和喜悦 随着太阳逐渐升高 时间悄然流逝到中午 阿祖法和穆罕默德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屋里屋外都被他们打扫得一尘不染 随后他们将地毯铺设到屋外的树荫下 为午后的休息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场所 穆罕默德走到水箱旁 仔细地清洗掉手上的污渍 然后回到地毯上 双膝跪下向着希望的方向 为妹妹阿祖法祈祷好运和幸福 最后他们将整理出来的废弃物品堆放到一旁 点燃火焰 让旧物化为灰烬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告别 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和憧憬 在这个全新的开始 阿祖法和穆罕默德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他们相信只要兄妹同心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没有到达不了的明天 这个新家 不仅是他们身体的庇护所 更是他们心灵的港湾 是他们共同编织梦想的地方